讓我操操看 欸 對 它是披著欸 忽然有點重回那個 國中時期的樣子 有有有有有 這個這個這個 好綜合 要去比較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黑羽 各位今天我們稍微邀請到了一個 鬼面之刃的風格餐廳 我們剛剛進去稍微看了一下 他們真的做得非常用心 然後這邊地點的話我都會放在下方 我們直接講出來好了 我看一下 這邊的話是位於在惡霸公園旁邊 所以開車其實蠻方便的 它是在綜合區綜合路350巷巴弄1號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 這是風格餐廳 並不是主題餐廳 就是不是官方自己出的 是他們自己非常愛鬼面之刃 所以自己出的 我目前看到應該是 比那些主題餐廳都做得還要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先進去逛 帶各位看一下裡面大概長得是怎樣 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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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進來 很浮誇 你知道重點浮誇的是哪邊嗎 就是這邊 這幾尺就是GK模型 感受得出來老闆的喜愛 然後這一區 那個老闆有跟我講過就是 全部可以送給大家 有其中一個 我現在在考慮的是 米豆子跟 烈魚杏壽啦 因為那一隻做得很好 但是 感覺大家又會很喜歡米豆子 所以我就在考量 然後這邊的話 進來的左半邊這一區 全部都是販售區 這邊各位可以買任何鬼面周邊 他們都是正版售權 然後他們進貨拿來這邊賣這樣 不是我在講鬼面周邊真的很多 那從文具什麼的全部都有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模型一番賞區的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全部都是娃娃 那周邊去過來呢 上面全部都是滿滿的紙彈畫 這邊就是講求者 大家可以拍照 你看 威媚照 其實我不會 請我 我要這麼快 然後 原本他們剛剛建議我們可以坐這邊 就是秋千這邊 但是我覺得你太尬了 所以我就說先不要先不要 欸 他公了耶 他可以拍照 但是我先不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送下 還是你要我偷偷看 好我偷偷看 欸 欸對 他是披著耶 忽然有點重回那個 國中時期的樣子 有有有有 這個這個這個 看好綜合 我要去比腳腳 剛剛旁邊的人都要用陰陽眼光看 你看 有沒有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然後大家就顏之呼吸 然後他還可以借道具 讓大家拍照 你看 我原本以為是穿進去了 怕還穿不下 對 顏之呼吸 那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他的內部 為什麼我特別坐在這邊 因為各位你們看 這個圖是日本會師 就是他們畫的 然後店家就特地去就是有詢問說是否可以授權 我覺得這很用心 還特別請授權這件事情 我給大家看 你看 這是石頭無翼狼嗎 然後這是布什川 這個真的很好看 因為我們剛剛一進來我們就看到這個 我們想說 這是官方的嗎 看起來不像 結果發現是日本會師自己畫的 他們去要到授權這樣 我覺得目前這樣看下來 其實真的蠻值得來現場的 那除了剛剛那邊牆壁以外 他其實這邊旁邊 剛剛還有請來畫 然後這邊是畫就是主角式的 然後這邊 這邊就我們的位子 這邊的話是畫所有的住 整體來說其實蠻用心的 而且重點是我們等一下會來看一下 這邊的餐點價格 這邊餐點價格也不高 那接下來的話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整體店面到底長怎樣 我們是一個社群的《社群網路》 好 各位觀眾 最後決定 我們要抽蝴蝶刃 那抽獎方法就是 各位在下方留言說 你們最喜歡鬼滅之刃哪個角色 然後以及沒有 我們會在一週後抽出蝴蝶刃給大家 原本講說要不要 迷肉子或是炎柱 結果最後是蝴蝶刃 哈哈哈 各位這就是 紫橫之呼吸550 他們的菜單 最低消費的話 是一杯飲品或一份餐 我跟各位講 主要是我們有看到裡面的餐點 超級便宜 我有點這個 炭柳場景餐 胡烏麵 然後我有點 米豆人氣義大利麵 因為這個感覺很好吃 然後以及 大哥沒有輸 牛肉壽喜燒飯 我們等一下會吃幾個 然後跟各位講一下想法 大家來的話可以點自己 覺得喜歡的這樣 然後像我們還有點他的點心 他最特別的是這個 鹽柳黑土 黑芝麻法式吐司 然後我們還有點那個 蝶牛煉舞 草莓鮮奶油鬆餅 然後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就點了 各位 他餐點真的價格不高 好浮誇喔 好各位 他們餐點都送上了 你們看 剛剛發現他的吸管 上面也是硬鬼滅之燈 然後我們吃了這個 其實是炭治療的山藥烏龍麵 其實他們上面的話 還有做更多的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白巧克力 每一杯飲料都會附上 相對應的白巧克力 好我先來試一下 來我們先吃最上層的豆皮 我很喜歡吃日本的豆皮 有了褲甜味 應該是他本身豆皮的甜味 我猜 我們喝一口湯 好好吃 我覺得烏龍麵的湯 跟他的肉就是 已經熬煮很久了 所以他味道非常入味 喔這個很推 然後我們來吃一口烏龍麵 目前1到10分 這道料理我會給他8分 很入味 很好吃 而且很Q彈 這個值得點 你覺得我要先吃吃看這個嗎 對啊 這個上面還有那個 鬼滅之燈的那個圖 它的印象曲的 對來吃吃看 這到底是什麼 豆沙包 這個的話 就是比較一般 就是副餐 然後我們有搭配套餐 所以他還有送 小的炸雞塊 各位 這是巧思 有沒有發現 這是蝴蝶的樣子 好 我們這個試完 我們換下一個 我們接下來吃的料理 也是 米豆子人氣意大利麵 明太子 總之就是明太子鮭魚 為什麼會有米豆子 是有沒有看到 它上面有一層 那個是 糯米籽做的 可以直接吃 然後我們理所當然 我們就配了 水汁呼吸的 富剛易勇的飲料 啊這個是加下去的 他說加下去的變色 來 注意注意 這是檸檬汁啊 你要 我要講是不是 對不起 我不是網美系YouTuber 對不起 不太會拍 好我來喝喝看 它有淡淡的檸檬味 喝起來還蠻中和的 好啦我們吃吃看 它的那個 巧克力 我覺得這超酷的 這真的就是把它印出來 這真的超酷的 沒有就白巧克力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是 那個 音柱 蝶咒 奶茶 可是上面這是什麼 我直接吃 你有見到聲音嗎 餅乾呢 太飛糖 咖啡口味的太飛糖 因為它咖啡味蠻重的 可是搭配奶茶 其實是蠻合的 真的看不出來 完全不知道 而且它上面也沒寫 冰氣奶茶 它更像咖啡 好喝 可是 這兩杯我比較喜歡它 因為剛剛糖果太甜了 最後 這是現在非常受我歡迎的 初戀戰神火龍果巴勒汁 它這個是季節限定 我覺得它顏色很美 它一半是紅色 一半是巴勒的白色 這樣整理下來 看起來其實蠻特別的 要攪拌對不對 嗯 它有素質太多了 喝起來很健康 因為火龍果有時候會比較酸 它沒有那個酸味 巴勒跟火龍果配起來 其實還蠻好喝的 我猜應該也沒有額外加糖 真的是原汁 接下來下一道 這是米度冷氣 義大利麵 來我們來吃吃看 喔 製鮭魚是新鮭魚 它是用比較伴手的方式進行 所以它本身比較偏顯一點 可是 很有味道 各位 那個剛剛沒攪開 不知道 一攪開發現 幹他抽到牌的 來各位來吃吃看 明太子 鮭魚義大利麵 然後它上面其實有看得出來 它有很多一粒一粒的 那個都是明太子 我猜 它應該是明太子醬 先跟白醬混在一起 混得好後 它就跟義大利麵混 所以它的白醬 你吃義大利麵的每一口 裡面都會有滿滿的明太子味 而且明太子 其實大部分大家吃應該會滿嗆的 可是它的量 滿適中的 很剛好 1到10分的話 我會給它8.5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吃義大利麵 味道非常OK 總體下來還滿平均的 不會讓大家覺得太鹹 再來我們下一道是 大家 最近點綴以前的 就是大哥沒有輸 來我們下一個 接下來這一道是 大哥沒有輸鹽 我有點不知道要怎麼食用它 這應該是壽喜燒 就是配上壽喜燒醬汁的肉 我在想它豬還牛 它壽喜燒味真的滿重的 它意外的滿合的 然後它的米還用直面 它的肉有進過壽喜燒的醬 然後它的飯沒有 肉配飯直接配在一起 會綜合掉 就是不會到味道那麼重 就是因為 因為我本身 沒有那麼愛吃便當類型的餐店 我東西都喜歡分開吃 雖然它是很推的 但是我本身的肌肉就沒有那麼高了 可能應該為了7到8分吧 7.5到8分 接下來餐廳的東西都好好吃 好 OK 我們下一道 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我們的 Yeno黑土 就是 被與民行民的概念的 點心 怎樣 哇 哇 你看它 流汁了 它突破我的一個 一個境界 我沒吃過欸 我沒吃過 就是它本身是很有嚼勁的 比起一般的吐司那類型的 配上它本身的 上面的芝麻 整體搭配起來 非常甜而不膩的感覺 我想問一下 法式麵包是不是也會 浸泡蛋液下去煎對不對 因為我吃起來有點蛋液的感覺 可是我怕我講錯 這樣問他 好 我一本會覺得 它這個位於上面跟底部 整體它連裡面 都會浸到一些黑芝麻 所以它整體 味道 就蠻重的這樣 我們接下來是最後一個 來我們換下一道 這個是叫做 Diano練舞 它是那個 草莓松餅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 蝴蝶刃頭上的那個 頭飾這樣 然後我剛剛問了一下 上面黑色的 我原本以為是巧克力 沒有它說是煮炭粉 剛剛還偷偷問了老闆 我剛剛吃的蛋液 味道是沒有錯的 可是為什麼 我剛剛也講說 黑芝麻 味也那麼重 並不是剛剛我們到它去 是因為它原本這一塊 或是吐司 它原本就先泡過 黑芝麻蛋衣 所以它整體味道就更重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它的草莓松餅 它這個 很草莓 它本身的松餅就 非常草莓 它本身的松餅有點酸酸的 那種味道在 可是它上面還有撒一些 白色的糖粉 所以兩個會綜合起來 那草莓我覺得要看季節 現在其實不是當季 可是它草莓 不會太酸 還蠻甜的 所以你再搭配起來 然後再配奶油 不會覺得說 哇 太膩 跟它法式吐司比起來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法式吐司 我覺得它口感真的太特別了 那這個也很好吃 如果你喜歡草莓的人 這個點心很適合這樣 但是這兩個的話 我會給它8.5分 然後我會給它8分 總體全部吃完了 但是他說 就剛剛老闆娘有來跟我講 他就說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剛剛也有說它是牛奶浴 他就是把牛奶倒進去 一隻狗就會消失 而且 我們等一下也點一杯 來當作結尾 那我先跟各位講 就是今天整體 它是鬼滅之人的風格餐廳 它平常還會播音樂 只是因為今天我們來拍攝 所以它有特別幫我們關小聲 但是我覺得今天整體 氛圍很好 氛圍我就會給它9分了 然後它的食物整體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評價很高 因為它食物本身不會 分量也多 重點是好吃 因為很多主題餐廳都做得很難吃 我覺得老闆很用心 老闆真的是用愛在經營 然後重點是這些氛圍 都很適合大家來現場拍照打卡 所以我推薦大家 有事沒事平常日 就是記得打電話來預約 這邊非常推薦 算是我近期吃過主題餐廳裡面 1到10分我會給它9分 非常高 然後餐點我最推 我最推理家裡面 點心我最推的話應該就是這個 就是法式吐司 對這兩道我最推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飲料的話我推的是那個 煉柱的發熱火龍果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等我們最後的狗狗 上來吧 各位各位我們最後一個上了 再見的狗狗 它是可可 再見的可可 這好酷喔第一次看到 然後這邊餅乾的話是可以直接吃的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我們喝喝看 它還沒有完全融化 所以味道沒有那麼重 然後它餅乾可以配著吃 這樣 它很適合當下午茶 就是吃一口配茶 因為它本身很甜 所以這樣搭配其實OK 因為這個最後會慢慢的變得沒有那麼甜 好各位那今天很開心就是受邀請到 屋裡只能吃呼吸 今天就是各種讓我驚豔 我覺得最驚豔的部分就是 餐點真的很好吃 然後餐點用心程度也很高 然後現場的造型 真的就是他們用愛來做這家店的 那本身就算你沒有看鬼滅之人 我覺得來這邊吃東西聚會也非常適合 因為怕東西價格不高 份量也大 你一個人點一份餐其實就剛好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以及喜歡 那記得去追蹤我的歌曲P H.I.Y.U.A.T.O 通常黑月的來賓 追蹤吃貨點別的新開山山巴士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屋林只能之呼吸 那相關的資訊我都會放在下方 歡迎各位可以來 記得來之前也要定位 對不然會沒有位置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